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王瘦给你的印象是个老愤青吗 他很出言不逊 你看他这种后来谁都敢骂 他从来就没逊过 但王瘦的语言给人印象特别深 就他小说和他 你看他的语句没有长句子 没有那种我们通常看小说的那种传统的很文字化的那种语言 他都是短句子 而且特别口语 而且特别北京 他那北京跟老舍那种的又不太一样 跟那种老北京的味 他是那种 比方说他把很多过去我们说不上台面的那种语言 不能登大爷这张语言 他都写到书里头 什么你压怎么着 什么装孙子 而且他发明了一个什么的 就是没有那个数量词 比如说我一哥们 他正规定叫我的一个哥们 他把那个个字会去掉 他会说我一哥们 我姨什么女朋友 我姨什么什么 这种特别北京 马先生当年看稿子 看稿子 他有过一个评价 他说王朔和苏彤非常不一样 就像苏彤写什么三妻四妾的 苏彤能把没发生过的事情 他自己没经历过的事情 写的特别好像感觉有生活 但王朔写的 他就是写他自己的事情 王朔自本也说 虚构干嘛 我就玩 我就生活 我写我的生活 我写我这玩 写的都真是 他是过去我们的文艺创作 有一个理论 叫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那首先叫深入生活 就是你只有拥有了这个生活 你要在线 或者是把这生活拔高一点 这是我们的一个 文艺创作的一个理论 这个 我想 王朔基本上是这理论 就是他一定要拥有这个生活 所以他过去引起社会关注 或者引起轰动的这些小说 不管是纯情类的还是过还是一些比如像橡皮人这样有有有有有有深度的作品都是他拥有过的生活 他是他这点确实是跟苏同完全不一样苏同就是完全不拥有 妻妻成群 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呢 他写妻妻成群 说还没结婚呢 天哪 他那时候 把自己的幻想都写 他在那时候我在青年文学的我们给他连着发过三篇小说 他那时候大二嘛 大学二年级 来了以后很年轻的小漂亮小伙 四同长得年轻时候很精神 是吗 对 他是苏州人 他其实不姓苏嘛 他姓童 那么那么王硕呢 他就是得拥有生活 你比如他写的空中小姐 他那时候确实认识一个空中小姐 那我都是知道的 他写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写的有的地方非常逼真 也确实事情是那样 那时候人的生活 感情生活呢 能够真正的亮出来的 写的文学作品里的是很少的 刚才袁子说的那个就比较对 就是他只不过是把生活中的这个东西的真实的在线 那时候别人都不是真实 别人都是经过修饰 就换句话说 你看的人全是经济脸谱 这个人怎么没没上桩就出来了 所以你觉得这人特别亮丽 就这么出来的 你还说这真实 你像我平常这个在北京啊 碰见俩人就特别高兴 一个是阿诚 一个是王硕 就是啊 他这个说话呀 太好听了 太好玩了 一天就听他说 他你看啊 好像说是有个作家叫什么凯鲁雅克 是不是 写的在路上 在路上 包括什么法国什么探索文学 就有一种叫自动书写 我觉得王硕几乎就是自动说话 就是哇啦哇啦哇啦 他就就就就就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 比如这话本来到这儿说完了 可是呢 还有一串一串的水词啊 就说手拉手一样往外撕 他自溜自溜自溜 他就 他这个语言 对 对有时候你发现没有 你在看一个文字的时候 你脑子里会转换成一种声音 一种语言 我看王硕的那种语言吧 我的那个声音里面就是北京方言 就他特别北京说的那些事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部队大院那些事 他其实呢 他的这个北京话是非常不纯正的北京话 他是一种 就是说的 经过修饰的北京话 包括我都是这样 你别看我在北京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谁我到哪人都说你一口北京话什么的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北京话是不一样的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小学是在空军大院的那个小学上的 我中学就上了那个语言团中学 就第一次走出这个大院去上学 我很多同学的话我听不懂 他们说的那北京话我根本就听不懂 就非常土的那种北京话 是尤其南城的就更听不懂 牛街什么 对对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很快 你听不懂 那是我我对北京话有明显的感受 王硕是大院长大的 他就是军队大院 我也是小说都是在大院里 我就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像王硕呀 其实对我有个启发当年 就是说他这个小说他这么写 开始让我觉得 原来这个当然我也不是北京人也没法跟他说的话一样 可是呢给一个启发就是说原来人可以像生活中这么说话 在上面也可以这么说 就所谓的说人话 说人话 但是再讲一句一种很微妙的一个感受 就你们讲的这种大院 讲的这种北京 你看我小时候在石家庄长大 我当我最早看到王硕的这种语言 包括他描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讲老实话 心里还有点不太舒服 这种不太舒服 是源于某种 是他对方的优越感 是我的自卑感 这个人生儿可是太不平等 包括这次你看王硕 比如说蒋 他们当年的这帮人 都是在大院长大 还有什么海颜 郑小龙 还有什么 包括最早 所谓这个第五代导演 那很多都是干部子弟 所以说他为什么 他在里边说 他为什么张艺谋们 很悲愤 因为张艺谋那个时候 想上一电视学 多难 那其实在我们眼里 那个就是贵族 你比如说很多干部子弟 你能看到外国的诗歌 我们看不到 包括他就讲 包括搞摇滚的 当年催见他们 能够比一般人更早的了解 一些外边的音乐 所以说我为什么就老觉得 我喜欢这个什么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阅读自由 倒不是想什么颠覆政府 我是真的就觉得 这个玩意儿得权利 得平等 要不然你就是傻貌 这什么事人家知道 人家先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就是傻貌 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办法 那种大院生活 好像是给人有一种优越感 你比如说小龙说他们家哪的 他们家是总政大院的 我们院我们是北影院的 他们家是新影院的 就同学之间 那个同学他们家六建的 就是建筑公司的那种六建的 他往往是按照地域 按照他的生活环境 或者他们那个厂子 来区分这些人的这种背景 所处的那种环境 那时候我们就是文革以前 那时候有什么 就国防律穿那种军装 你如果那时候男孩子 女孩子有一身军装 太酷了 叫什么狂不狂看米黄 那时候北京 就是米黄的裤子 你穿什么 我就普通衣服 我不是大院的 然后但是如果被大院的那种小孩 穿一身军装出来 你羡慕死了 还有白边懒 都是那个年代的 就像那个什么似的 那个那个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说的 然后那时候男孩骑车吧 穿一白边懒 然后他那个脚掌吧 他不是用脚前掌蹬在那个蹬子上 他用脚中掌或者脚后跟 就啪的两个脚 这么蹬自行车 那种动作是一种时髦 就怎么蹬自行车 你都能看出他是不是酷了 女孩就觉得帅 帅 然后那什么 还有降校泥 那个时候 就都是那个时代的那种印记 你小时候那时候有没有给拍过婆子什么的 街头给拦截过 我们那时候上学要走一条路 很远的一条路 那时候都是靠走路 排着路队什么的 一个院的小孩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 就老会有从楼上来扔石头子 就因为我们女生排着队往那走 那时候我觉得都是那种小男孩干的事 他也说不出为什么 也不认识你 然后看着一对女孩过来 他就往那扔石头子 他主要是有一个形成的背景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政权的成立的时候 就是进入北京以后 他是以军种来划定区域 他形成院落的时候 你知道他这个构成特别复杂 是来自于各方面的精英 所以能在这里住下的人 都是来自各地的 所以我说他的北京的话 并不是纯正的北京话 叫新北京 新北京话 他是要 因为要沟通 你比如我从小在空军大院长大 那我父辈的那些人 说什么方言的都有 我爹是一个说山东话的 那么所有的你听的这些话 都是大家向一个语言去靠拢 向北京话靠拢 要不然大家沟通有问题 你说江浙话 我说山东话 大家互相听不懂 不原来有那么个笑话吗 就说当兵的 说那个山东人就说 你家属来了 家属是指 你老婆从乡下来 那时候军人来了 老婆都在乡下 说是 春妮儿 对对对 说让我摟摟 然后这男方就误会了 说这我老婆让你摟摟 就我的家属是能让你摟摟 山东话摟摟摟都听不说不清楚 这摟摟实际上是北京话 北京话 王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你就说刚才 我就想这王硕的讲 说共和国初期政治上经济上有个特点 就大家都拿工资 但是军队干部拿的工资比地方工资都高 就是政治经济上的双重优越 但是现在他感到一种某种幻命 比如说他原来住的北京复兴路那一带 是吧 这地方变成一二等地区房屋破旧 人物的精神面貌完全没了 优越感是丧失殆尽 你说他是就是说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们的那段生活 让我觉得成为最近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年龄 就是人在青春时代 他可能记忆是那时候生活是最深刻的 所以他当他进入中年以后 或者往以后 他有的生活可能未必会像那时候 他的生活那么精彩 那时候可能很贫穷 大家都两袖清风 也没什么好乐的 就是那点在一块打打个架 什么完了挣点钱 到老末去搓一顿 就这种日子 很清贫那段日子 但是那时候可能有很多非常好的记忆 所以这些就是变成他后来的那些素材 马先生你跟王硕这么熟 你解读一下 你觉得这是一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这是一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王硕 从内心上讲 我觉得王硕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 他不像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他内心一定是比较软弱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了 能够坚强一点 因为我跟他过去接触非常多 这些年接触少了 有时候一年半年 见面吃个饭 也都是扶皮聊扫聊聊天 过去因为那时候他是文学梦 对他来说文学是他当时唯一能走通的一条路 而且他确实在文学上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获得过巨大的成就 对 我那天偶然的翻我小说集 空中小姐就是王硕的小说集 是因为我儿子最近认识一空中小姐 就说那因为他认得王硕 教教经验 对就说我看看他不是写过一个吗 我瞧瞧他那是怎么回事 找他一看 结果我一看我才发现 那个书上写说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 则编是我 我当时提到则编1988年出的 很小的一本 其实收了他三篇小说 王硕当时他你可以看到他写纯情的时候的能力 他之所以有那么细腻的感觉 是他内心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我想他写没有这种感觉 一般留下的印象好像是他对女孩比较好 是吧 然后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 这都没谱的事 他说语言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很不屑 好像很玩世不恭 其实内心是有非常柔软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 对 他打动人不是那么随便就能打动 这人多难打动 真是 不过那天我就是听见好多人聊 就是说他出来就说 基本上就指点江山 把这个近一年来 有些什么火的人 火的事 这王硕基本上是敲打了个遍 是吧 然后我就发现 所有的人都在说他干什么 一般人就在猜动机 他说他这 为什么 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 就有说这个什么 为了一小小妹妹 打抱不平的 对吧 也有说是要出书了 也有说是要弄那网了 所以要出来发威了 也有说是沉积了十几年 是吧 这是后机 现在要喷发了 等等 我觉得有可能全都是 也全都不是 因为我觉得人的动机太难测 咱们现在就喜欢说人动机 对 可是实际上人心深似海 你根本弄不清 对 现在有一种阴谋论 就是好像一个事情的表面 它一定不是表面的 这样的 一定是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一定是有什么黑幕 现在大家好像就已经不相信他所看到的表面现象了 他一个人心里琢磨过点什么事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出来放这么一炮 甚至是他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说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只能看结果 你很难说 所以我就想请教马先生 他说了这么多 引起这么烈烈浪浪很多反响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吗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比较熟 我们过去在一块聊天 也都是东西狼头西一棒子 我觉得没什么目的性 我能看出来 以看公布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也不在场 说的时候东说一句西说一句 我觉得可能是跟记者有关 因为记者采访的时候 可能抱着各种目的 就用这句话刺激他一个 用另一个问题刺激他一下 就说了我觉得天然一角地上一角的 都是这种状态 那么我觉得王硕有的话 可能是有的是经过很缜密的思考 有的可能也就是随口一说 那么他是我觉得 他是宁肯胡说也不能无说 就是反正总是有的说 就是一顿胡说 但是他你仔细听他的话 他不是说每个话都没有道理 他有的话 有的话我觉得是说过了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的感觉就是话操理不操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园子从这个女性角度怎么理解 因为我为什么想起这事呢 就是他呀 我发现有件事我跟他巧合 但是动机不一样 不要说动机 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要将来搞这个写作的这种网站 然后点击收钱 这个钱怎么办 全捐给女孩子 就是捐给那种上不起学的 读书的女孩子 他说我也不要 我捐女孩子 但是我捐女孩子 我不是无条件的 就是说别以为什么施恩 这没什么要签合约的 你要死后捐身体 就捐器官 捐脚膜 等于说我拿这钱 我买你这个东西 但是我自助你 那他变成一个长线条的一个 而且这次表面上看来还是说为小姑娘打抱不平 所以我就说你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怎么看 因为我不太认识王顺 可能见过一两次 但是他前妻是我们单位的 是我同事以前 曾经也听他讲过一些 一个人是前夫 一个人是前妻 前妻我也认得 他肯定认识 对 那个时候我们因为都是小姑娘在一起 会聊些你男朋友怎么着 我男朋友怎么着 所以也会间接的听他说一些那时候的好玩的事 当时就觉得 觉得王硕这人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当时跟他来爱的时候 我们团还领导接到过电话 说你们一个女孩认识一个小孩 那是个坏孩子 别把你们的女孩给带坏了什么的 可是当就是按照父母和长辈的这种观念当中 好像那是一小混混 好像没有工作 没有职业 这不是一个正当职业的人 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 写小说 然后觉得活得挺有创意的 活得挺有个性的 本来那时候我说过 他说他那个他们有时候那个在唐然亭那边吗 因为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他们夜里边会裸泳 在唐然亭的湖里边 哎呀我们当时听的觉得太美了 太太有意思了 觉得那时候你多大 二十多岁吗 那时候你就觉得裸泳特别美是吗 对很美啊 我觉得很有这多有创意啊 一般人不敢这么做 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有的所谓传统艺上的这种好女孩 会有时候会喜欢上一个那种 所谓的桀骜不逊的那种那种坏孩子 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种好女孩有时候内心会很狂野 你知道吗 他的这种狂野 他都不能作用在自己身上 他会投射到一个他喜欢的男孩身上 你看啊 你说的这个事 我就想起王硕在小说里也曾经说过一个 说人的记忆啊都不可靠 就关于这个裸泳啊 我就有一个记忆 但是我现在都闹不清楚 是在王硕的某一本小说里看到的事 还是那个时候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事 我现在分辨不清 就是说男孩子半夜里跑到游泳池 也是去裸泳嘛 周围没人看见 那男孩子就挺坏的 挺调皮的 爬到最高的那个跳台上 下来 结果只听 肝脑涂地 没水 没水 我现在都忘了 这是在王硕小说里看来的 他小说里有点 是在小说里的吧 我这个哎真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在露天月光下那种罗云 我觉得挺挺浪漫的嘛 挺浪漫的 现在整还比较的浪漫吗 越来越浪漫 这有什么步呢 现在的社会跟过去有很多不同 开过于开放 过去的社会过于闭塞 所以大家那个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大 很多人都幻想过此事 就包括不会游泳的人 没错 不是有人喜欢在沙滩上裸奔吗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 因为极度贫乏 极度闭塞 但是呢 那个快感的 跟现在没法比 你那个时候的快感 现在可没了 那时候也没电脑 也没网络 对 没那么多趣的 也没有夜店 就在一块啊 那时候还愿意什么呢 聊个文学啊 聊个精神啊 喜欢 其实也不是要干嘛 我觉得是能拉拉手 哎呦 这臭电啊